当他服刑满了以后 回到这个社会上不久 他又犯罪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 重新犯罪是要加重处罚的 那么如果他在犯罪受到处罚之后 出来了刑满释放 他还敢犯罪 这种人一般就有一定的原因了 那一般他讲不犯则已 犯就要值 什么叫值呢 比如抢银行的 很多都是有犯罪前科的人干的 也就是说他们制造的 往往是重大案件或特大案件 那么这两类人呢 对于社会危害那么大 于是学者就去研究 我们怎么样减少 惯犯和累犯的出现 结果在这个研究当中 人们发现一个问题 这些犯罪人 就这两类 一个是惯犯 一个是累犯 他们大多具有 犯罪的早期史 也就是说呢 这些人往往是在 第一次犯罪的时候 还是未成年 那么我们国家 也有一些学者 做这方面的调查 他们就发现呢 人第一次犯罪的年龄越小 他后边重新犯罪的几率 就越大 于是呢 这个研究 让人们发现一个问题 真正预防犯罪的关键 是未成年 是人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就是在十几岁的年龄 那么这个十几岁呢 也就是从十一二岁 到十八九岁 很多的这个犯罪人 他的初犯的年龄 大多都在这个年龄段上 有的孩子早一点是十三四岁 晚一点是十五六岁 再晚一点十七八九岁 那么当然他们算的一个 高峰值呢 是在十五岁上下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关注 这个青春期和犯罪预防的关系 那就要研究这个阶段 到底因为什么导致 人在这个阶段容易出问题 那我们做家长的也知道 孩子在十二三岁之前 往往都是非常的懂事 或者非常乖的 可是呢 当孩子进入到中学 当他进入到初二 初三 高一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 很多时候不听话了 有的再早一点是五六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不听话了 实际上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他可能就是 青春期的一种表现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青春期和孩子成长 是什么样的关系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痛 他们为何不喜欢与父母交流 他们为何与家长们格格不入 青春期身高的迅速增长 究竟会给他们 带来怎样的心理变化 那么如果一个孩子 是不是进入青春期 你看他的身高 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 平时孩子是几公分长 就是两三公分 他长一年长两三公分 但是在青春期呢 往往是一年 可能就长半个脑袋 也就是说我们说 他是十几公分 甚至呢 我们有时一年多不见 这个孩子从你的肩膀 一向变到了比你还高的 这样一个高度 所以青春期第一个信号 就是孩子的身高变化 而跟他身高变化的前后 他会出现性功能的这个特征 比如说女孩开始来月经 男孩开始排经 那么这个阶段呢 他从生理变化 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变化 生理变化呢 我们讲第一是身高 而身高对人心理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心理学家 曾经有一个有趣的实验 他们这个实验呢 就是让成年人 去理解孩子们的心理 怎么做呢 他设计了一个 这个孩子和家具的 这个比例的关系 模拟做一个成年人 把成年人当做孩子 那样的一个家庭的 模拟这么一个家庭 比如说十岁左右的 或十岁以下的孩子 他的高度 他和桌子的高度 可能是差不多接近的 然后他的身高 肯定没有冰箱高 那么一样 如果我们把成年人 一米七零 作为一个标准的话 那么这个 把他作为十岁的孩子 那桌子也得设计到 一米七零上下 那么当家长 进到这个实验室以后 他们发现 一种久违的感觉 桌子呢 在自己的鼻子上下 这个冰箱的门呢 很高 那么电灯的按钮 可能还得跳下来 才能按照 那么上床呢 床也在高度 到自己的胸这个位置 往上爬起来 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家长呢 参观这个东西以后 就感觉到 哎呀 找到久违的了 又回到童年的感觉 那么心理学家呢 让这个家长 在参观之后 要写下自己的感受和留言 有的家长就提到 说现在我知道孩子 为什么那么好奇心 那么重 因为他们看什么 都看不见 那么现在我知道孩子 为什么对大人 这么依赖 因为很多事 他自己办都很困难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在人仰视的时候 他必然对周围的环境 有一种依赖 或者说他有一种 迫不得已的服从 但是当我们的目光 变成平视 甚至变成俯视 也就是孩子呢 过去看父母是这样的 仰视的 突然一两年之内 就变成了平视 甚至俯视 他的感受是什么呢 他的心里 就会发生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 我们概括这样几点 第一呢 是他的独立意识增强 独立意识增强呢 孩子会突然有一天感觉到 嗯 我跟周围都是平起平坐了 你们这时候跟我说话 就得客气点 那么有很多家长是这样 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 不听话就打 有些爸爸呢 教育孩子是比较简单 只要不听话我就揍你 结果有一天发现 这回再打的话 是两个人肩膀一样高了 真打起来 不知道谁能打过谁了 所以儿子当被逼急的 就是说你别再那什么了 所以父亲就发现 现在已经没有 教育孩子的方法了 因为他已经跟自己 同样的高度了 有些孩子开始回避大人 有些事情 因为他觉得父母 还仍然把他当孩子来管的话 他很不愿意 所以呢 他就会有一种独立的意向 这个独立的意向呢 表现在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 他开始干什么事情 他不愿意父母来介入 所以我有一个家长说 什么叫青春期呢 青春期呢 就是青春期之前 孩子一回来 先跟爸爸妈妈报道 我回来了 今天老师说 我学习怎么怎么好 等等等等 说如果有一天 这孩子回来了 一进门以后 然后放下书包 或者进了他自己的屋子 把他门一关 这就是青春期了 这个家长说这个话 我觉得非常形象 就是说他开始 不和家长交流了 他有些事情 不希望家长知道了 他觉得他有自己的 一个领地了 这独立意识出现 第二个心理现象变化 就是逆反心理的出现 小的时候 尤其是刚上学的时候 一般大人都会嘱咐 你到外面去 不要跟着别人走 人家如果叫你干什么 你不要跟着去 人给你吃的你不要吃 现在竟是拍花了的 把你拍走 等等等等 一般都是嘱咐什么呢 要孩子注意安全 有坏人要防着点 那么这个话 小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听完以后 很认真 那出去当有一个陌生 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 七八岁的孩子 他往往对周围人的目光 是警惕的 但是当他一下进入到青春期了 他和一般人都一样高了 这时候他开始胆子也大了 他开始想 你们别骗我了 你们说的事 我到现在也没遇到 所以呢 你们就老骗我 老护我 现在你们说什么也不用了 我自己都懂了 甚至呢 你说的那些东西 过去我当真 现在知道上当受骗了 以后你再说什么 我也不信了 所以就是说 假作真来真一讲 他开始出现逆反 你越不让做的事情 我越要做 那么第三个心态的出现呢 是自尊心增强 这个自尊心增强呢 在青春期的孩子当中呢 尤其在学校体现特别突出 那么小学的时候呢 老师说什么孩子呢 还是很怕老师的 甚至呢 就是说不敢顶嘴 不敢有太多的反抗行为 但到中学 如果老师对这个学生态度 稍微不好一些 那么这个中学生 可能就会觉得 自己的面子受到伤害 会做出一些 对老师的不满 甚至攻击行为 所以我们曾经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学生对老师的攻击 大多发生在中学 而不是小学 他自尊心已经很明显地增强 第四个特点呢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 他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思维方式上也在发生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 最重要的是他这个认知的能力在变 我们知道小孩 他对于外界的理解 他往往需要形象的东西 需要具体的 可感知的 比如说我们告孩子 要做一个好人 那么什么是好人呢 他就觉得很抽象 他不明白 于是呢 让他看一部电影 比如说我们看雷锋的故事 这就是好人 他就明白了 这样做是好人 那么如果我们讲善和恶的时候 那孩子很难理解善恶的概念 什么叫善呢 什么叫恶呀 那么你要讲这个孩子很难理解 怎么办呢 我们弄一个小白兔 弄一个大灰狼 从外观上 从他们的行为上 就可以看出柔软的 不欺负别人的 就是善良 而老想着吃别人的 带有攻击性的 这就是狼 就是坏人 或者恶 那么这个呢 是他早年理解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人进入到青春期 就不是这样 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太形象化了 太动画了 他需要的是什么 是需要一种思考 到底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这时候他会去寻找书本 去寻找一些东西 根据自己的生活的这种经历 根据周围人的一些变化 他来判断 这个好 这个坏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认知能力有所提高 但是呢 这个能力还是和他的社会阅历密切相关 所谓社会阅历就是你见人的多少 你看有些离家出走一些孩子 他反而呢 他对这种社会的这些能力很强 相反在家里长大保护的孩子 他在这方面比较弱 可是呢 他不认为他弱 他认为他已经到了一定层次 所以人到青春期的时候 他的认知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现象 第五个特点呢 是这个 在青春期呢 他的同伴影响力上升 我们知道有些问题他很难面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寻找新的帮助他的人 那么这个呢 往往就是他的同伴 反正在这个阶段的孩子 大多都有一个自己特别要好的 有那么一到几个好朋友 而且特点是什么呢 年龄接近 性别相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无话不谈 当每个人遇到麻烦的时候 都会告诉他这些最好的同伴 然后同伴会一起来帮他出主意 甚至帮他面对这些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心理特点呢 就是性意识的觉醒 这个觉醒呢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前面我们讲了 同伴影响力上升 交好朋友 而这个同伴 同性别的交往也代表什么呢 他知道异性和自己的不同 那么我们表面上看 他们之间是分开的 实际上他们心里都开始关注了对方 那么性意识的觉醒呢 也会让一些孩子呢 就是关注性问题 而且呢 会发现意性交往的那种快乐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 很容易出现初恋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痛 曾经父母心里的乖孩子 老是眼中的好学生 而如今他开始上网 他开始爱玩游戏 他开始与同学打架 他开始与父母抗衡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的行为如此异常 我们知道心理一旦不平衡 他就容易出现冲突 一旦冲突的话 他就容易出现行为问题 那么常见的行为问题 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孩子的偷盗行为 他自尊心和成人意识 他特别想模仿 成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比如出手扩照 穿的衣服很帅等等 这个时候 他对钱财的要求明显增强 如果家庭得不到满足的话 很多孩子在这时候 会出现一些拿偷的行为 那么包括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电脑出现 网络出现 孩子有喜欢一些叠 喜欢一些游戏 那么他老去买 得跟父母要钱 不好意思 想去网吧没钱 于是呢 就开始想怎么样得到钱 所以最容易出现一些 在这个阶段去偷 去抢 去拿 那么第二种的 就是常见的行为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由于不安全 导致了结交不良伙伴 很多孩子呢 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他闹 他想跟父母闹独立 但他事实上 他达不到这种独立的水平 于是他需要伙伴 而有的时候呢 这个学校 比如说这个地区 社区一个学校 风气不好 那么什么样情况下 往往比较安全 尤其对那些学习比较弱的 学习能力比较弱的孩子 或者身材比较瘦小的孩子 他往往需要结交一些 有势力的 有体力的 甚至比较霸气的孩子 他只有接近他们 他才会不受到他们的欺负 因此这个时期 孩子很容易结交不良的少年 结果呢 出现被他们带坏 学坏 第三个呢 就是出现暴力倾向 那么刚才讲 他这个时期呢 生理发育 要先于心理发育 他遇到麻烦的时候呢 他的智慧 还是跟不上 所以呢 很多少年呢 他更多的倾向于是力量 那么这个力量有几种 一个是自己很强壮 那就自己能解决问题了 如果自己不强壮 那就找一些伙伴 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但是呢 增强力量的结果是什么呢 往往他们是以一种 以力量的悬殊 来战胜对方 也就是暴力倾向 这个暴力呢 往往比如说 以一种攻击的方式 以各种各样的表现 会出现这个 到最后导致伤害啊 导致这种 甚至也有杀人的行为 此外呢 有些孩子呢 还会出现 这个性方面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到 他这个性意识的觉醒 和这个生理功能的出现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 在这个阶段 没有一个很好的升华 没有其他的性去吸引他 很容易呢 被这个一些黄色录像啊 或者网络当中的 一些黄色的东西啊 或者一些不良的书刊啊 那么去吸引 吸引他了以后呢 当他一旦陷入其中 就像有的孩子讲 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 都是这个事情 然后就想尝试一下 有些孩子由此 就开始去寻找 比自己弱小的 或者容易下手的对象 去尝试一下 导致发生强奸行为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痛 他们的巨大变化 让父母有些担心 让父母有些焦虑 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 父母们应该怎么做呢 当发现我们的孩子 进入到青春期了 也就是说孩子的身高变化了 他开始进入到一个年龄段了 十几岁 十二三四岁 那么开始有点脾气了 开始不理父母了 那么父母的教育方式 应该及时地调整 我在第一讲当中呢 强调这个问题 就是孩子的问题 是大人造成 所以呢 当孩子他在发展过程当中 要大人随时调整 自己的教育方式 那么我建议这么几点 第一呢 也就是说呢 在口气上 要有意地调整 因为当孩子跟你一样高的时候 我们要尊重他 甚至还要早一点 在青春期快进入的时期 我们就要调整 有些事情要开始跟他商量 那么这种叫 命令的口气 变为商量的口气 这样让孩子感觉到 爸爸妈妈是在跟我商量 他们对我挺好 第二呢 是要视孩子为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尊重代之 有很多家长说 自己看着他长大的 我把他养大的 所以呢 他就得听我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说要检查你作业 把作业就得拿出来 其实呢 这种方式很容易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比如我今天考试成绩不好 我真的不希望你发现 那怎么办呢 很多孩子就是能不坑气 尽量不坑气 或者我今天想去网吧玩了 但是我回来 我就知道 爸妈是不让我去网吧的 他一定要说我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父母一旦发现孩子有这样的问题 怎么样去跟他谈 比如说孩子今天下学晚了 你估摸他去网吧了 进屋以后他吃饭 吃完饭呢 他要当他进屋写作业的时候 你等一会儿 我有个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那么什么事情呢 你是不是非常喜欢到网吧去玩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交流 然后让孩子说 你这个去网吧 你收获 你得到什么 你有哪些收获 但你失去了什么 你在这个时间段 哪些更重要 你应该先做哪些重要的事情 那我想 孩子如果要这样跟父母 父亲谈话 或者跟母亲谈话的话 他也觉得这个事挺重要的 爸爸妈妈这么一奔正经跟我谈 所以他也会引起重视 相反你一顿臭骂 他只是觉得 下次再说 下次只要你不知道我还去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要让孩子参与家中的大事 让他分忧和分择 孩子在成长 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呢 就是说 我们要把他看作大人 同时让他自己知道 他是个大人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父母在生活当中 也有挫折 也有烦恼 那么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烦恼 告诉孩子 比如说 爸爸工作很辛苦 我也不想这么干 但是没有办法 那么我后来在工作当中 我遇到什么麻烦 跟孩子也适当的倾诉 让他知道 大人在生活当中很不容易 因为孩子知道 自己学习很不容易 但他不知道 爸爸妈妈很不容易 他就觉得 爸爸妈妈管他是应该的 他是从来不去考虑爸爸妈妈妈 所以呢 他不知道你们大人的痛苦 不知道你们的麻烦 那么我觉得 大人要有意识地 在这个阶段 开始跟孩子交流 把自己的这种麻烦 把自己的这种劳累辛苦 以及家里的一些 这个问题告诉孩子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上网 他的妈妈曾经 在校门口贴了一个悬赏通令 说是 谁能帮我孩子借出网瘾 我就赏他一万块钱 当时我记得 和这个妈妈 我做嘉宾在谈话的时候 我跟他讲 把你这一万块钱收回去 让他跟你 他妈妈是开出租车的 让他跟你一块出租车 你在周末的时候 你在晚上的时候 让他陪陪你 让他知道 你工作多么不容易 你挣这点钱多么不容易 让孩子理解 家中的这种责任 第四点呢 要善于从孩子的态度 发现自己教育方式中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你发现孩子跟你很横 跟你不讲理 你首先想想你对孩子是否讲理 你对孩子是否尊重 如果你对他说话 比如说你从来不跟他大喊大叫 当他有一天跟你大喊大叫的时候 你跟他讲 不许这么高声跟我说话 我从来没有高声跟你说过话 这时候孩子会觉得是没有理由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他的态度来发现自己的问题 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孩子 孩子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你 此外呢 要关注孩子最好的朋友 和相关的家庭背景 刚才我们提到 一些孩子在这个阶段 他特别需要同伴的支柱 而这个同伴呢 是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所以呢 你要想了解孩子的心理 你不要直接问他 比如说你为什么总跟那些不好的孩子在一起 其实 这是他不安全的一种表现 他不安全感 刚刚我们前面分析了 他只有有不安全感 他才会接近这些不好的孩子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接触什么人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要真正了解孩子 你不妨借着他过生日或什么 把他好朋友请到家里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了解他最好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 同时这些孩子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你基本就可以判断这些孩子的 他们的这个情况 基本情况 此外呢 要关注孩子的兴趣所在 他有很多问题不跟家长交往 不跟家长交往 你去问 有时候问不出来 有一个家长给我形容 说你上学辛苦吗 还行 功课学习累不累 还行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他父亲说多不过仨字 就是俩字仨字回答我 我怎么跟他交流 我说这里头就有一个办法 了解他的兴趣 他在这阶段除了学习 包括他的学习 他对哪门课感兴趣 然后学习之外 他对什么感兴趣 如果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兴趣 我们要如果培养他 发展他这个兴趣 孩子会觉得你理解他 甚至你和他之间有共同语言 否则的话 孩子就觉得跟你没话 你也甭问我了 第七点呢 要给孩子以信任 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家长不要过分地 快速地猛烈地反应 要指出他的不对 但是呢 应该有一种态度 什么呢 就是我跟你分析 你这个行为错在哪 但是我相信你会改 那么第八点呢 就是为孩子的善良 成功 负责任 这些品质而骄傲 我们很多家长 很在乎孩子的成绩 对人一讲 我这孩子考试 门门功课优秀 那不优秀的孩子 父母就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了 错了 我觉得 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善良 比如他帮助别人 他甚至牺牲了自己 某一件事情去帮助别人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父亲或者母亲 会对别人讲 哎呀 我这孩子真是老实 也非常善良 你看他帮助了别人 那么孩子会觉得 这个事情 他仍然有价值 他这个人 会被别人尊重 所以呢 在青春期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教育方式得当的话 我们的孩子 就会健康地成长 他的名字叫梦想 叫希望 他渴望家的温馨 学校的温和 社会的温暖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讲的那个问题呢 是这个孩子早期 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 就是偷拿 那么这种现象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有些家长来找我咨询 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妈妈 曾经跟我讲 她经常这个发现 孩子从她的这个书包里 从她的钱包里 这个不是全部拿走 但是会在其中呢 偷拿几张 那么还有一个 远在外地的一个父亲 也给我打电话 也讲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家 真的是很有钱 不缺钱 但是我这孩子呢 还是老偷我的钱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很多家长都觉得很无奈 也很难理解 孩子的心理和行为 也就是说家里条件那么好 孩子为什么 还会偷拿我们的东西 那我在这个一个报刊上呢 还看到这样一个 真实的案例 这是发生在浙江的 一个案例 那么一个父亲呢 他写了一份这个求教信 他说 我女儿今年上小学四年级了 说到自己的孩子 我真是没脸见人 昨天老师说 让我到学校来一趟 还是因为钱的事 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他有小偷小摸的毛病 经常在大人口袋里 偷一元两元 现在事情是越来越严重 他不但在家里偷偷摸摸 还在学校里偷同学的钱 为了教育孩子 我想这种现象是少数 这种现象是少数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偷拿 这种偷拿呢 多数都是发生在 这个孩子 这个七八岁 就是刚刚上小学不久 那么很多家长呢 在最开始是不一定 及时能够发现 等发现的时候呢 孩子往往已经形成了 这种反复的 多次的这样的一种 我们叫习惯也好 或者叫一种倾向也好 那么这时候家长 往往就觉得揍一顿 或者说教育他一顿 就应该改好 可是呢 孩子往往没有什么起效 那么这里头呢 就有一个原因问题 大家就说 这个怎么回事 这孩子为什么会偷拿钱 尤其是那些家庭条件 比较好的 这个父母更为困惑了 他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 他为什么还偷我的钱 那么我想讲这个问题呢 就是先谈一个 我们心理学生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啊 最初他源于哪 一个人做 也不做某个事情 他往往起因于什么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心理分析了 我们讲这个作为人 包括成年人 也包括孩子 就是他刚刚懂事 还不是很懂事 他做一个事情 往往要根据一定的 自己的想法 那么这个想法呢 有很多种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在幼小的时候 父母是不是给孩子 灌输过某种观念的东西 那比如说 我曾经在一次 这个街面上 碰到一个母亲 她抱着孩子 从我身边过去 那么这个母亲 一边抱着孩子 一边说 说下次啊 咱们去别人家的时候 不要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因为那是人家 你到人家以后呢 要有吃的 那得人家阿姨给你 你才能吃 你不能自己 就去拿吃的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那不是在 咱自己家 是在人家 玩人家的玩具 也是这样 走的时候呢 不能给带走 因为那玩具是人家的 你要觉得好 你想要的话 你告诉妈妈 妈妈回来给你买 记住了没有 当时我听她妈妈 在跟着孩子 这么一边走 一边唠叨 很耐心的 我就在想 这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母亲 也就是说呢 她在第一次 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孩子在什么情况 都不懂的情况下 她可能会看到好东西 就上手去拿 而且呢 当她玩一个玩具 玩得正高兴的时候 妈妈说要走了 她肯定是爱不释手 特别想把这玩具 带走 那么妈妈在这一路上 再给了叨叨这个话 她叨叨这个话 有什么作用呢 实际上就给孩子 形成一种观念 那么东西 是有你我之分的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观念 就属于后天形成 但是呢 在人不知不觉当中 发生着影响 比如像害羞 修的这种观念 比如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并不懂得要穿衣服 那么他赤条条来了以后呢 我们是为了怕他冷 给他